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 交通部公路总局今日会同警察机关 前往各重要道路 风景区及国道服务区等处 进行联合机查勤务 拦查355辆次游览车 发现6件违规 主要是为依规定于车身标明指定标志4件 安全门无法开启一件 请照于其一件 公路总局表示 违规皆以依规定举发处罚 对于游览车安全门无法开启情形 以请驾驶人当场改善 为确保元旦连假期间旅游行车安全 公路总局今日上午8点至12点 执行游览车同步连机路检勤务 针对游览车相关如安全门 紧急逃牲口 击破气及轮胎等设备 与驾驶人资格加强查核 公总表示 除今日外 元旦连续假期期间 连机路检作业人会持续不定点 对游览车加强栏查 查或具体违规 事实除以规定举发外 若涉及驾驶人资格或车体安全设备 不符规定 会要求游览车业者当场改善 或替换驾驶人车辆皆续营运 以确保维护乘车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